女团盲昧不笑表情很可怕,曾被队友认为白脸色喊她到洗手间。 虽然现在演艺圈里以笑颜文明的偶像不少,但是要说到笑颜始祖真的不能不提到少时成员Diffany,不仅在镜头前总是展现敬业微笑,过去她就曾提到因为大众很期待看到她的笑颜,所以即使很累,也硬是要挤出笑颜来,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。 Diffany还补充到这么做不只是不让人失望,还曾说过努力维持笑脸,也才不容易让人误会。 虽然微笑不难,但只要现身在镜头前就要维持笑脸,不仅让人敬佩Diffany的敬业,更让人感受到身为公众人物的为难。 不过只要现身镜头前就得笑,似乎不止对一般人有困难,其实有些偶像也无法克服这道难过,Red Velvet的盲目Nia Ray恐怕因为大众镜头前,一定得笑得疾病印象而受害的代表人物。 曾说过自己不笑的话,常被误会心情不好的Nia Ray过去曾数次在镜头前被持有态度问题。 而最大原因,就是她如果不笑时会看来心事重重,虽然是Nia Ray成员中选咒事时,不少人都能理解和中选亲近的Nia Ray心情低落的理由,但当时成员们在舞台上都尽力面带微笑,只有她一个人笑不出来仍在当时造成争议。 不过其实因为不笑而带来的误会还不止这桩,Nia Ray过去就曾聊起练习生时因为她不笑而与Wendy造成的误会。 Nia Ray说过去有次练习生们都聚在一起练习时,她当时只是放空坐在一旁,但没想到Wendy看到无表情的Nia Ray,突然把她叫去洗手间。 Nia Ray,接下来你可能会以为是要对Nia Ray训斥一顿,问她为什么要摆脸色吧? 不过要是这么做,就太不Wendy了。 常被粉丝映称是原雷莎修与的Wendy竟然是把Nia Ray带到洗手间里,小心翼翼地问她说姐姐有哪里做错了吗? 原来Wendy是以为自己不知道哪里没做好,所以惹Wendy生气,让Wendy回想当时Wendy小心翼翼的表情,还是忍不住大笑。 而且虽然是练习生时期的故事,不过初到已久的两人似乎都和练习生时期没有太大的改变。 Nia Ray还是常因为不孝时看来严肃的表情而被误会,而Wendy也还是和出道前一样, 总是先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。 虽然YuiRy不孝很可怕的表情还是没改掉,但起码为她和Wendy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了。 出力和男性有关注 glow了。 出力和男性封词 眼睛 恐都完全保持感嬉离。